我现在坐在佛罗根的火车上 我有两件事想说一下 第一就是我觉得厄德高那个手球绝对是个顶球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有盘 第二就是说安比尔德这个场地试化的问题 手间是利物府从6点半开始就开始下雨 然后呢中场搜集的时候 我确实看见就是场地上是有人在洒水 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在例行洒水 就是这样 当我穿戴整齐来到火车站告诉我的火车取消了 我只能悠闲地喝一口星巴克 坐在火车上看见夕阳还挺漂亮的 我已经到达利物府了 其实今天晚上的榜首大战是真正的六分之战了 利物府和阿斯纳神赢了谁就是的 今年英超的圣诞冠军 但是要提到一点是什么呢 阿斯纳近十年来坐看安菲尔德 还没有拿过三分 大部分都是失利或者平局 而且我觉得利物府和阿斯纳比赛 因为双方打得很开放 所以一定很好看 我觉得可能会打出一个 至少会有四球到六球的一个水平 然后也有很多人问我说 如果这场比赛哈布茨进球了怎么办 但我确实很担心他 因为他在切尔西的时候 也对着利物府丹佩尔的进过球嘛 不管怎么样 还是希望今天晚上利物府可以登顶吧 今天利物府的夕阳非常美丽 俗气东来好兆腾 刚好在这个公鸟上一起看手发 然后看见Ando手发 那个爷爷说他喜欢Ando 觉得Ando手发还不错 然后看见就是努涅斯没有手发的时候 他们都发出一声 阿姨豪说That's not good for us 刚刚那个爷爷还说呢 他说今天大家都给我好好唱歌 不唱歌的给我滚出安菲尔德 看球是很开心的 但是就是有点费嗓子 再加上扎叔之前吐槽 气氛不够好 那我们这一场必然会让安菲尔德造起来 在利物府商店里看见了丑丸 今天的视野非常美丽 当然票价也很美丽 我的小本很简单 只有这场比赛拿下了 另一位比赛 成为真正的冲冠队 说实话我很想念洛塔 因为洛塔一直都是阿森娜的杀手 今天主打一个气氛主 造起来造起来 其实这场比赛的火腰味主要是在场外 克罗普要求球迷造起来 那么阿尔特塔也说了 他会让安菲尔德的球迷闭嘴 他觉得让安菲尔德安静是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经过扎叔的教育之后呢 这场比赛至少靠不看才怕 真的是从头唱到尾 结果开场 阿尔特高获得定位球机会 加布里埃尔投球闪击 0比1利用死在主场落后 我惊呆了 我惊呆了 我震惊了 阿斯纳球迷非常的开心 没关系没关系 我们继继续唱到尾利用加油 今天柯达特的表现堪称战神 而随后全场最剧争议一幕出现 阿诺德定位球开到金须 随后扼得高防守时候手拍皮球 但是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第二九分钟 达拉赫内切 缓过金须科 回后他的抽射 帮助力分屏的比分 1比1 由于当时太激动 手机差一点掉地上 第34分钟 奇米卡斯在防守萨坎时被放倒 之后他就无法坚持比赛 被换下了 又损失一员大将 上半场最大的感觉 还是让阿森纳推进进攻的太轻松了 一些球员可以在六合禁区内肆意妄围 这是条条大路通往禁区 中场前哈佛达特防守恩斗 将其放倒获得一张黄宝石 先说一下 一天没吃饭了 所以我不是很有力气喊了 六合现在就没有左后背了 因为罗伯尽要医院的才能回来 我很担心 现在就是换了戈麦斯 但是戈麦斯的能力大家都有不共睹的嘛 然后 这个上半场还是非常精彩的 我想说 法老的那些无人能敌 这个金琴科 让金琴科去防塞拉河 不如让赖斯去防塞拉河 是吧 这个下半场我 看好鲁列斯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表现 上半场有一个非常有争议的 就是饿得高的一个手球 然后呢是没有简单被一样 也没有任何的判罚 然后我 因为安菲尔他没有大屁股 我也看不到回放 下半场 戈麦斯这一次是防塞卡呀 很担心 下半场开场后 令物负的机会很多 比如说这里饿得高 事物被断之后 萨拉河接船球的内切抽射 调整了一下 被拉压没收 第52分钟 萨拉河送出妙传 点球点附近的迪阿斯 却把球踢刺了 非常可惜 第54分钟 戈麦斯在左路湖顶处的 一脚兜射 打偏了 现场的球迷们真的很爱很爱 宁列斯 从他热身的时候 就一直在喊他的名字 大家是怎么看到 今天换人调整的呢 我觉得可能格拉文 不太适合这样的比赛 还是琼斯发挥更好 72分钟 令物负获得绝佳反击机会 萨拉河带球突进 阿斯纳面临着一打四的情况 萨拉河随后将球 横传给到阿诺德 后者却打在了横梁上 我不敢相信 我不敢相信 你怎么会这样 不高那球 居然打中坏处 我不敢相信 来了 手球了 如果保持到中场 那么阿芬娜将是圣诞冠军 第81分钟 哈斯在禁区内拿球被阿诺德放倒 但是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很多球迷觉得 这一球也是裁判为了 着骨 扼得高 那个手球 你们觉得呢 另一个这一番 拦牌是萨卡的这个产球 很多球迷也觉得这是一张黄牌动作 如果这个动作裁判给了黄牌的话 那么萨卡将会两黄变一红离场 比赛最终还是以 1比1的比分握手 颜河 两队 那么在这场比赛之后 阿森娜以一分的优势登顶圣诞冠军 我匆匆离场 因为我要赶去火车站回伦敦 我先升此时速一下 就是我晚上的车是8点08分的 然后现在已经7点40了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赶上去火车站 因为从安菲尔地去火车站 坐公交是可能20多分钟 住个好运暖 不然我没有地方住了 最后两个分钟登上了火车站 火车已经人满为患 总结一下今天比赛吧 其实我对利物浦大部分球迷的表现 还是非常满意的 唯一可能觉得不太好的 就是被换上的这个格拉文 然后我觉得 其实不应该把球赚换上去吧 格拉文可能他这个节奏 他踢不了这么快的比赛 然后除此之外呢 我觉得这个努涅斯 希望大家还是多给他一点耐心吧 就努涅斯几次这个突破 还是有点东西的 真的不能每一次都靠萨拉赫 真的萨拉赫已经30多岁了 真的不能每次都靠他 然后没办法 中前场的配合还是差点一辞 伤病猛如福 能到这个赛季可能能到半成的第二名 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 至少在赛季初 我觉得利物浦可能这个赛季的预期 还是一个前六到前三名这个成绩 所以我目前为止对利物浦这半赛季 打卷很满意 但是上半赛季 利物浦在B6对战的这个情况 实在不算好 四拼一副 而且这五场比赛我都在现场